环保一直抬头,绿色行列持续扩大 为了让垃圾减量,人们避免把使用过的物品丢弃到垃圾桶 而是试着让所谓的二手货延续价值 在瑞典,就有一家专卖二手货的商场深受青睐 为了鼓励人们减少浪费,他们还开设课程,教导资源回收 有衣服,有书籍,有电脑零件 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,两层高,共13家店铺 这里是距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默,大约一小时列车车程的埃斯基尔斯迪纳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座专卖二手货的商场 员工人数大约60人,商场每年吸引大约30万顾客 2005年一业至今,业绩屡创佳继的同时,象征着人们环保意识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,这座商场已经被纳入本年度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全球首家专门为维修、回收和修复的物品所开设的商场 要达到零垃圾生活,或许对大部分人来说依然遥远 但为保护地球出一份力,真的不要什么都丢进垃圾桶了 这名商场前负责人表示,开业15年,他们努力减少浪费 被赋互于二次生命的物品价值超过3000万克朗,相等于超过1400万令吉 在环保这门客,每个人的努力都很重要 为此,商场还开设为期一年的课程,教导大家如何正确回收物品 实际上,商场所在地原本是一个工业重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新出发,如今脱胎换骨 放眼打造成生态城市 这座商场的诞生无疑是转型成功的指标之一 此外,当地还有一座先进的废品分类中心 把废物利用发挥得淋漓尽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